今天我要给大家画一个藏蓝角中我最想感谢的一个角色 就先说好了这个只是我自己的画画水平低这不代表它的形象就是这样的 看得出是谁吗 这是荣浩海桥哥 我特别想感谢的一个角色就是荣浩海桥哥 你看这画里面这细节非常多真的 你看这个这是代表了我们仙界的一个怎么说呢 就像是我们小学里面那种三道道两道道那种 这是一个标准先先服比较有地位的人的标准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仙界的头饰 然后最有特征的就是这个笛子 这个笛子其实是一个伏笔 在剧中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道具 反正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呈现在画中 很多细节都代表了就是 接着也看来 这一种东西是一个伏笔的 那一个伏笔的 好伏笔的 好伏笔的 有点伏笔的